政經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大家週末愉快 明天開始又是新的一個星期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新的一週 在這邊我也提醒大家 我知道大家在論文門有的時候 會繞得很沮喪 會覺得明明就已經這麼清楚的證據擺在眼前 蔡同學每天還有她的團隊 還在那邊連消威 還在那邊有的沒的 所以你又說會覺得很生氣 這是到底怎麼回事 但是我要講的是 我引用一句話 就是與其詛咒四周黑暗 何不燃亮一支蠟燭 當我們生氣的時候 我們就要問 在整個論文門的過程當中 你參與了多少 你按讚了嗎 你分享了嗎 你按小鈴鐺了嗎 你努力的去跟別人推薦這個論文門 叫大家來注意嗎 你關心歐崇敬老師的這個網路上的影像這些東西嗎 你關心曾淼洪博士嗎 你關心童文勳嗎 易律師嗎 你還關心其他在海外 包括108演播室 包括曹長青老師的臉書 還包括了林環牆教授的臉書 包括黨永順教授的臉書 還有論文門的這個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面的一些社群 你參與了嗎 還有很重要的是 曾淼洪博士禮拜五邀大家 晚上7點鐘到凱道去散散步 你去了嗎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呢 能夠匯集這些力量 才能夠一步一步的破解這個國家機器 正在一步一步的行舟上高攤 所以與其詛咒四周黑暗 何不燃亮一支蠟燭 跟大家共勉 好今天呢 我們要繼續的來談論文門 整集都要談論文門要講好講滿 好我們來看看 最近我們一步一步的重返犯罪現場 在違證物當中 又發現了非常多 駭人聽聞的犯罪證據 我開始呢 比較在整理我們的官司 因為我們的官司 現在在台灣的部分 跟在海外的部分 都有一些顯著的進展 好我們很希望這個顯著的進展呢 會有重大的突破 所以在海外論文門的部分 我們持續的推出 我們也在海外 進行英國跟台灣跟美國部分 全面的跟訴訟有關 跟人權團體有關的活動 而且我們在出版 在教育的部分 我們都會有進一步的舉動 而當我們的舉動成熟完成之後 會跟大家報告 好今天呢 我們要來談的是 在我們在論文門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 絕對是教務長等級以上的一個神人 他叫做黨永順教授 他的論文門呢 他推出了至少超過十集以上 精闢的研究 而且他的研究 跟林環牆教授的研究呢 有拼 引經據點之外呢 用科學辯證的邏輯 很清楚的把所有的證據 攤在陽光下 而且巨細迷移的 在細節上面 就是聲推越下門 聲敲越下門 用科學的精神去辯證 每一個事情的真偉 我非常的佩服 素未蒙面 但是我知道他是我台大的學長 大我幾屆吧 那麼他是台大歷史系 然後轉台大外文系 在台大外文系畢業 因為我是那個 我們這一屆 1985 30重聚的 就是我們這一屆的 畢業生聯合會的主席 而且所以我是我們這一屆 30年回學校重聚的召集人 所以我會定期的參與那個 四年級部落格的一些 編修 所以我會知道一些學長的 最近的情況 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 台大外文系畢業的學長 然後他應該是在 NYU 拿到他的碩士學位 然後在 USC 拿到他的博士學位 這兩個都是電影的名校 頂尖的名校 那他比較厲害的 跟我們這些 跟我這個智商57人的學弟 他真的厲害 他是公費留考 而且他在出國之前 在補習班 教高中英文 教了10年 所以呢 他可以這麼厲害 他可以看完蔡同學的 所有的這個 This is a book 之後 跟所有的文件之後 他能夠具細迷移的 找出裡面犯罪的細節 他的英文真的非常的棒 我真的佩服 不只是英文好 而且他的邏輯 他的這個研究方法 看事情的分析的角度 非常的精闢 我真的是佩服 我稱呼其後 那我相信他在教書的時候 想必是一個非常傑出的學者 那我在看他的文章 以前跳過去 現在仔細的一個一個比對 我真的發現 他呢 是我們所有研究論文門的人當中 數一數二了 我不知道 我講他第一的話 就會得罪一些人 我認為他至少前三名 絕沒有問題 就是在研究論文門的專業 用心跟素質 絕對排全球前三名 所以我們真的很想送他一個 一個用錢買不到的禮物 我相信他看了以後 一定哈哈大笑 但是我們就是沒有他的聯絡方式 如果他 學長如果有 我們有信 就是 有這個榮幸 可以送你一份小禮物 那請你跟我們聯絡 好 非常感謝 因為我們現在 今天要談的是 我從黨永順教授 最近 他所發表的一篇 跟論文門相關的文章 我們再來重返論文門的一些細節 你真的會發現 現在的證據又可以佐證 我們在一年前所發現的 而我們在一年前所發現的東西 我可以這麼說 包括林環牆教授 徐永泰 我賀德芬老師 還有很多人所找出來的證據 大概95%到今天為止都經得起考驗 有些小錯誤 但是這個95%呢 在對照這一年中發生的事情 可以讓這95%呢 加成到了大概99.5% 接近破案的所有試證 我覺得已經到齊了 甚至超過99.5% 尤其是最近的這個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的出爐 對照了 在那個時候同一時期的 台大社會系的教授詹火生 他把它翻譯成為特別學位 就在那1980年代 那時候英國特別流行這種 還有postgraduate study 現在也還有 其實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台灣也有 進修推廣部啦 學分班啦 這一類的東西 它就講白了 各位可能如果不是那麼了解 什麼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postgraduate diploma 我們就把它當成是 進修推廣部加學分班 這樣就對了 簡單的講就是這個意思 那蔡同學拿了一個 進修推廣部的 學分班的學位結業證明 把它拿來混沖博士 跑到台灣來招搖撞騙 那個年代呢 有些人看不太懂這個文憑 只覺得怪怪的 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 通過了三年的認證 三年認證完了以後 還是一樣看不太 但是蔡同學就用了她當時 在黨國的很多的特權 跟體系的包庇 所以就讓她 青州已過萬重山 沒想到 青州過了萬重山 三十六年之後 還是要行州上高攤 你還是要卡在那下不來 這就是聖經給我們的勉勵 路加福音八章十七節 隱藏的是 沒有不顯露出來的 就是這樣 這句話也給了我們很多啟示 蔡同學的故事 也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示 就是 牌路不肯走 一個人呢 可以騙所有人於一時 可以騙一個人於永遠 但是不能夠騙所有的人於永遠 好 我們非常感謝黨永順教授 他不是只是一個南加大的電影博士 他呢 在南加大的時候 他在紐約 勢力大學 勢力紐約大學 他是應該是 CUNY 的系統吧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他以第一名的全A的成績 拿到了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 相當於台灣的書卷獎 有一次我跟阿扁總統在群組裡面對話 我們就提到 他就說 我就問他 他就說 他是台大法律系的書卷獎 好像大學四年平均是88 我就跟阿扁總統說 我大學四年平均是66.58 這個書卷獎 我不怕撈開 英雄不怕出聲低 更何況街頭藝人 街頭藝人怕什麼 出聲低 對不對 我大學都在搞社團 而且都在 都在參加比賽 常常都不在台北 都不在台 學校也 也無心上課 很多課被老師盪掉 是因為老師叫什麼名字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大學同學常常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要當彭Y很簡單 彭P很簡單 那時候我不叫彭Y 他們叫彭Y 要當彭Y很簡單 你就把老師的 各科老師的照片 跟各科老師教授的科目 把它列出來叫他連連看 你就把它當掉 我有離譜到這種地步 好 今天是自我爆料 好 那 我這位學長優秀到什麼地步呢 他是 這個第一名的學術卓越獎 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 然後 他因為這樣的成績 所以他得到全美電影 第一名的學府南加大電影研究所博士班 三年的全額獎學金 這不簡單喔 真的不簡單 因為這種社會科學 你要給一個外國人全額獎學金 這個有點難度 Y加三年的TA 助教的資格 在南加大 他再度以兩個A加兩個A減 其他全部都是A的成績 頒獎學金 頒獎學金 然後 當屆的博士論文獎學金 他在台灣 教過了三十年的高中英文 俗話說 當三年高三的英文老師 文法應該都成金了 所以呢 他說 他把蔡同學的所有的文件 那些阿飄的啦 有人簽名沒人簽名的 偽造的 全部走過一遍 他的結論就是說 蔡同學 你要找人幫你造假呢 你要找一個程度好一點 他說 好歹找一個台大外文系畢業的人 不要這麼 當別人是沒有讀過書啦 不要以為這世界上沒搞人啊 所以他被一個一個拆穿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黨永順教授呢 他在他的臉書上 有這麼一個叫做 博士論文風波系列第二篇 蔡總統國圖版本論文總體檢 我再一次字字句句的去推敲 把他最近發表的這篇文章 再仔細看了一遍 我還是一句話就佩服 他的做學問的精神 跟他的分析事情的條理 真的是 但是我見過我也指導過很多的博士論文 我也看了很多的碩博士論文 我自己也寫了博士論文 我覺得他受的學術訓練 在我看來真的是一等一 好 那麼這篇文章的摘要 摘要是這樣寫的 他說總的來說 這篇偽論文包含了諸多令人瞠目結舌的問題 本文將分為五大類討論如下 第一 該置入卻未置入的訊息或文件 第二 不該置入卻置入的訊息或文件 第三 可置入亦可不置入的訊息或文件 第四 如果真有指導老師 絕不可能發生的一些事 第五 其餘合格論文文所未聞的荒唐事 分成這五節來探討 這我今天的時間也許沒有辦法把五節全部講完 不過 我們慢慢講 因為字字珠跡 每一個字都點破了 也成為破案的關鍵證據 而且它都附上了所有的內容 那麼這份文件呢 我覺得非常值得參考 也可以作為我們台灣跟 在英國 甚至在美國的部分 官司當中重要的市政 非常非常感謝這位 我台大的學長 好 首先呢 我們就要來看看 所謂的該置入卻未置入的訊息或文件 這段廣告 馬上回來 就 sung過 吧 那幾位 二十六 每個月 有時 有時 我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es, I believe i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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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夏郑 孟盛 邦尹ать 邦永逝教授 這個美國南加大的 電影的要求 講的畢業的 台大的學長 岡永遜教授 他陸陸續續在他的臉書上面談到了很多 有關於這個論文門他的一個學術的研究 那麼他用學術研究方法仔細的去剖析 這本論文跟整個學位荒腔走版的歷程 這個部分是他最近所貼出來的 是論文門的博士風波 博士論文風波的系列第二篇 叫做蔡同學蔡總統國土版論文總體檢 我們首先看到他整篇文章的第一大段 談到的是該置入卻未置入的訊息或文件 意思就是說一個合格的博士 他所應該擁有什麼樣的訊息 什麼樣的文件什麼樣的文字 所以來證明這個人是一個合法的教授 是一個合法的博士 但是他卻沒有 意思就是What's missing 這個在研究方法也是一個效度的來源 研究方法有一個東西叫做表面效度 表面效度就是你一看上去就知道 這是不是真的 比方說有一個人 他明明就是白人 他冒充他是黑人 那我們要來認定他到底是白人還是黑人 表面效度就是一看就知道 這叫做表面效度 另外效度的內容還有叫做content validity content validity有一個東西就是 這個裡面應該要有的元素到底有沒有 叫做內容效度 如果他缺乏了這個內容 他就不符合內容效度 那相較於內容效度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What's missing 就是要符合這個要件還缺了什麼 效度有很多很多 那信度又有很多很多的檢驗方式 這就是我在節目當中說到的 validity 跟 reliability test 的一個研究方法上的重點 那這個研究方法可以用於社會科學 可以用於自然科學 可以用於工程 用於任何一個領域 所以英美的這個社會科學 特別是美國在60年代發展的這個 量化研究方法裡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指標 這也是我在美國念書 一共前後受博士五年 最大的收穫 我真的這麼認為 我覺得我不是拿到博士學位 或者是學了哪一堂課 或者是學了多少理論 看了多少幾千個 paper 我認為我學了研究方法 對我這一生有最大的幫助 還有統計 就是我開始對於 邏輯的脈絡跟檢驗事情的真偽 有了一個系統性的方法跟訓練 那其中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效度跟性度來檢驗一件事情的真偽 好這個地方講到就是 該置入而未置入的訊息或文件 我們來走一遍這個 黨永順教授的內容 他說我們探討一本合格論文的時候 一般是以紙本作為標準 而不是以這個電子檔為標準 他說非正式版本的電子檔 僅供輔助參考之用 他講到了完全的重點 就是一本論文呢 我們要檢驗它 是紙本 而不是電子檔 為什麼呢 我這邊在這邊補充一下 因為電子檔是隨時可以增修撤換的 論文的原本是不可以增修退 這個置換的 這個各位還記得嗎 在我去英國的IALS Library的時候 我拿了我的證件 進到了這個圖書館 進證件之前呢 他還要查一下看我是誰 我跟他講說 我拿我的passport給他 那他問我是不是scholars 我說我是 我是台灣大學的兼任教授 那你知道他做了一個什麼 verify 的動作嗎 他說show me the website 嘿這個有趣囉 那我就點進台灣大學生傳系的兼任教授 裡面果然有一個人長得跟我非常像 八七分像 就是ola 我就點給他看 他看看就你看看我 因為你知道 那個我們系上的助教幫我找了一篇非常夢 幫我找了一張非常夢幻的照片 在台大生傳所 他找的是 嗨我人生當時以為是一個光榮 如今認為是一個恥辱 就是 在五年前我幫蔡同學義務主持了他的國宴晚會 一毛錢都沒拿 一杯水都沒喝 有啦 水我自己帶的 的那一個時候所拍的那個照片 所以我穿的那個是 就是那個tusedo 然後美美的那個樣子 我跟Janet一起主持的 那我的助教呢 系上的助教就在網路上抓了這個照片 就放在我的台大生傳系兼任教授的照片 所以IALS Library的這個首位 他Reception Reception 他就 Receptionist OK 他看了半天 就覺得哇 這個怎麼 怎麼照片像金城武本人像 蹦恰恰恰 就 Anyway 我就進到了IALS 我就 在裡面 仔細的 翱翔 悠遊在 這個 思想的 這個 大 寶庫當中 在這個聚寶盆當中 我就開始看各種各樣的博士論文 而且 我呢 特別跟圖書館員 指明要 蔡同學同一年的 他真的就從底下喔 那個地方是我們沒有辦法進去看 他就把搬出來給我大概五分鐘之後 同時我也去 問了她蔡同學的論文 她就是說沒有 我還特別問她說 是沒有還是遺失 她說遺失是遺失 沒有是沒有 她說這叫做Never received 不然一定會留下紀錄 所以蔡同學 你真的不用掰 你的海外的所有人 包括英國女王站出來都沒有用 包括大英圖書館館長站出來幫你背書 包括英國倫敦政經學校長幫你背書 都沒有用 因為你1984年沒有館長紀錄 如果有的話 書目編號 所有的東西都必須在 蔡同學 你變魔術也變不出來啦 我跟你講真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書目編號是一個挨著一個 除非你把中間一個消失掉 對不對 蔡同學 你這類的隱藏事情做太多了 我們一個一個拆穿你了 所以你現在在做這些 我跟你講 It's just too late 好 那麼 為什麼說 論文要用紙本 而不用電子檔 因為電子檔可以改 電子檔可以改 所以蔡同學 你已經在電子檔上面 改了不知道多少東西 可是你不要忘了 電子檔改了什麼東西 只要一個資訊修過計算機概論的人 大概就可以把你抓出來 不用學到JavaScript 你只要懂得網頁背後的 你只要基本上對網頁有一點了解 你都可以知道 他什麼時候修改的 所以蔡同學你都來不及了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這一段 就是我在IRS的時候 我怎麼看 José Monila 的論文 你的同學 而且不是只有José Monila 我只舉他的例子 是因為 我要留一首 在法庭證據的時候 我還有其他的 免得都被你蔡同學給破解了 我們注意看的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José Monila 的論文裡面的防偽線 為什麼一本論文在周邊要用紅色的筆畫好幾條線 他就是怕有人潛入圖書館去置換了他的論文 這樣了解了嗎 置換他的論文你就沒有辦法把那一條線 很完整的放在一起 這有點像公文的棋縫章的概念 就是葉跟葉之間要蓋一個棋縫章或者是簽名 好 就是這個意思 來我們看一段 我呢 在去年的十月二十號 十九還是二十 二十號 對 我親自一趟前往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高等法律研究院 以及他的議會圖書館 就是他的總圖啦 叫Sandy House Library 那我很想進去Women's Library 乒乓看你的論文 但是不給勁 因為圖書館員跟我說 這個東西必須要作者本身同意 那我們申請了半天 完全沒有回應我們 而且他在看他的名單當中並沒有我 所以我不是被授權可以看的人 所以我只能到Sandy House Library跟IALS Library 但是蔡同學 你就是千錯萬錯 你就是不該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阻擋我進IALS 你當初應該發一張我的照片 告訴英國倫敦啊 叫施呼嚨去弄 跟他講說 此人與惡犬不得進入圖書館 結果你不小心讓我給潛進去了 我不但潛進去了 我還拍照 我還錄影還做訪問 這有夠嗎 好 這一些東西都是呈堂證供 你拿不掉啦 蔡同學 你把我避了也沒有用 我告訴你 這些東西已經在海外 在律師的手裡 昨天我的英國律師留個大鬍子 他笑笑的跟我講說 1.5 degree 1.5個學位 然後我們就見了面他就開玩笑 1.5 degrees 就是念念有詞 就這個 我跟你講你真的鬧的笑話真夠大 好我再回到剛剛問題的重點 就是我進到圖書館以後 我把你Jose Molina 你這個同學同一年畢業的 法學PhD跟你一模一樣的 我告訴你他不認識你 好那就算了 沒關係你可以說 因為你是貴族嘛 所以一般人不容易看到你的 看到你 那我也沒話講 你連你的指導老師都找不到你了 你同學怎麼找到你 好 那我們來看看Monila 的論文 我在現場的時候 我一頁一頁翻 我們再重返犯罪現場 的為證物 我們來看這一段 蔡同學你別鬧了啦 我快被你氣死了 這是你的同學 Hase Molina 的論文 你看 真的 我快被你氣死了 人家的長這樣 看到沒 你會被你煩死吧 有嗎 殺手 你沒有一點 你會被你氣死了 你會被你氣死了 有左右对齐吗 没有 有漏页吗 没有 有立可白吗 没有 这一页就是copyright 这一页就是copyright 这一页就是 我不能让你走 因为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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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我們在看這個董永順教授的這份報告當中 真的可以看到巨細迷遺的 很多的包括主要的證據跟違證物 而兩相呼應之下我們真的會發現蔡同學 她犯了幾個嚴重的錯誤 第一個 她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就明明這些證據是凹不過來的 但是她硬要凹 第二個 穿越時空卻無法改變時空的問題 她硬要去穿越37年的時空 但是她卻沒有能力去改變這37年的 時間上面的先後邏輯 第三個 我只能說 包括董永順教授的發現 她的團隊太弱了 至於我們也很擔心就是說 當然她的說謊證明她的人格有問題 第二個 我們發現她的能力有問題 就是她的邏輯出了問題 她的記憶力出了問題 她周邊的團隊也出了問題 所以才會做出非常多輕易可以被拆穿的這些謊言 當然她可能沒有想到會在宇宙有一個政經學院的同學們如此強大 有像董永順教授這種南加大的第一名畢業的優秀學生 也有像在林環牆教授在海外這麼優秀的學者 棄而不捨地追 也會有像賀德芬老師在台大的正義女俠 還包括周邊許許多多的朋友們 共同地來追這個論文們 好 我們來看董永順教授在她的臉書上面貼出來的 這個是她的博士論文風波系列第二篇 她的題目是蔡總統國土版論文總體檢 她在這邊提到 她說要檢驗一本論文的真偽 一定要看她的紙本 那電子檔當然是另外一個附帶的 但是因為電子檔可以修改 紙本是一個沒有辦法塗抹歲月痕跡的一個非常好的證物 她在這邊說 她說LSE放在婦女圖書館的黑皮書 是紙本 而央途收藏蔡同學的論文卻是電子檔 她說為什麼央途不製作紙本呢 這個部分我也曾經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董永順教授她完全突破盲腸 她說因為國圖的館長曾淑賢 她畢竟心中還是有顧忌 她擔心她將來吃上官司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她心裡面留了一手 但是我必須在這邊告訴曾淑賢 或者是有朋友看了節目可以告訴她 她如果不出來當污點證人承認這個造假的過程 她絕對跑不掉刑責 一定跑不掉 她現在的做法已經是非法管藏了 因為在當天陳學勝委員的公聽會當中 在去年年底的公聽會當中 已經很明白的她在大庭廣眾下她的副館長承認 之所以收錄這一本 This is a book 把它當成論文 是因為裡面有兩份文件 而這兩份文件當場被我踢爆 我說這兩份文件沒有人簽名 她啞口無言 證明什麼 證明她不是不知道 因為在那天之前她可以說我疏忽 我沒有發現她沒有人簽名 可是在立法院公聽會 立法院公聽會的會議紀錄 可是寄打給所有的人的 參與的人都會拿到一份 所以她在立法院公聽會之後 她就不能夠再說她不知道 或者疏忽 所以她明顯的是觸犯了公務人員的讀職 以及偽造文書 所以國圖的館長副館長 你們最好商量一下 最好在蔡同學Bia Kang行舟上高攤之前 或者是在我們傳喚你當證人之前 趕快扶手認罪 不然的話你們絕對是被告 好 我們再來看看 她說因為曾淑賢館館長心中還是有顧忌 曾館館畢竟是圖書館學的博士 她不管怎麼樣膽大包天欺瞞國人 把掌權者的偽論文收藏在國圖的論文典藏室 她呢至少她還守住了整個學術專業的最後一道防線 她只敢收錄電子檔 到目前為止她不敢把它印出來 她只敢收錄電子檔 但是 但是沒有用 因為她可以去問問法律人 電子檔本身也是文書 早期呢在偽造文書的罪可能沒有牽涉到電子檔 現在包括了在電子在網路上面的所有 足以證明具有公權力跟公家身份跟身份識別的東西 篡改都是偽造文書 公家叫做偽造公文書 私人叫做偽造私文書 我想曾淑賢館館長 你是圖書館學的博士你應該知道 你去問清楚 再來 她說就是不敢 她沒有膽 她沒有膽把她印出來 當有書教書後面給她括號 給她了一個評論叫做算她聰明 可是我要講的是 她並不聰明 因為這件事情並沒有辦法幫你脫罪 不信你去問問看法律專家 再來 她說任何國家的圖書館的正式收藏都是以紙本為限 那麼除非是從來不收藏紙本的像是ethers啦或者是procast 他們這些就是擺明了我就是線上圖書館 但是不管你是在線上的圖書館或是在紙本的圖書館裡面 你非法收錄這中間呢都牽涉到讀職 如果你用沒有簽名的或者是用偽造的東西 那麼你就牽涉到你是偽造文書的共犯 再來 董管順教授她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從這整個過程當中可以看到 蔡同學犯的第一個大錯誤叫做 該置入卻未置入的訊息或文件 意思就是 你作為一個真正合格的博士論文 你該有你卻沒有的東西 包括了你的證書 包括了你的論文內部該有的文件 包括了證明你的博士學位中間應該有的東西 這叫該置入而未置入的文件 好 我們就來看 就是說今天呢很簡單 就英國的圖書館來講 為什麼各位想過 蔡同學的這本論文 如果是英國倫敦大學認可的論文 如果真的是如英國倫敦大學說的 我在2010年期間 1984到2010年的某一個時段遺失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遺失的 那被Michael Richardson 呢 其一位是dog eaten 被狗吃了 那倫敦大學自言其說是說 這中間呢經過了幾次 圖書館的一些裝修 某個期間就搞丟了 搞丟第一件事情 你必須要先證明它存在 那才有搞丟對不對 所以它現在麻煩了 它本來只有一個 它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不見了 現在它把時間跟方式都點出來 那它要證明 第一個 1984到2010它點出來 既然你點出來表示說 你替遺失了這件事情背書 那你先告訴我說它曾經存在 所以這本論文當時的入館紀錄 拿出來看看 第二個 這本論文它的編號書目 我拿出來看看 這些東西都來不及編造 因為任何一個書目 都有前面一個跟後面一個 對不對 好你說你是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你的編號是100號 那必須要100號沒有人啊 你的前面叫99號 你的後面叫101號 100號沒有人啊 對不對 那你才能成為100號 你可以把100號抽走 沒關係 或者你可以把它自己編成99.5號 但是我只要告訴你是說 你真的來不及了 再來 當你沒有這些編號 你沒有收藏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證明你曾經擁有 那你不能證明你曾經擁有 那你要怎麼證明你它有遺失 第二個 你要告訴我們它曾經放在哪裡 對不對 圖書館 你這個 allocation 你這個 你這本書 在1984年 2010年之內 它是屬於哪個分類 它應該放在哪一個管 哪一個室 哪一個室 哪一個架子 哪個位置 你告訴我們 再來 整個遺失的過程 你不知道嗎 好 那你不知道說2011年 有人曾經要偷渡一本論文去的時候 那你總該知道了吧 你應該跟他講說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我們已經有一本了 然後跑去看 慌慌張張的告訴館長說 不對不對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 那個時候 你們就應該寫遺失報告了 到現在又過了10年 完全沒有管藏的遺失記錄 那如何遺失 好 我再說 裝潢遺失 那請問你嗎 你編號100號的論文裝潢遺失 請問99號有沒有遺失 101號有沒有遺失 你的遺失證據在哪裡 你遺失之後 一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社會高等研究院 他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legal studies 他就會隨隨便便的 就把真心當做沒有 也不討論 也不致函給當事人說 Sorry すみません 我搞掉了你的論文 請你記憶本來 那個時候你記過來 我就把你放回去 我何必慌慌張張的 我又何必在2011年拒收 反正我跟你說 蔡同學 你這個團隊 因為平常很少橫向聯繫 所以掰起來的時候 是完全兜不攏 荒腔走板 匪夷所思 還有很多的問題 我在這就不說了 根據邏輯往下推 你犯的錯誤還多得很 好 我再來說 如果今天 是我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搞掉了 那你今天要拿一本進來 我應該高興死了 我應該趕快把它做一個 一模一樣 請你把它放到原來的印刷指定的那家店 弄一個一模一樣的 我還加上防偽線 還補助說 這一本是遺失之後 向當事人索取 把它補回圖書館 那個時候再補一個所謂的入館記錄 結果不是 完全不收 結果現在放哪裡 放在婦女圖書館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動作 就代表了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英國倫敦大學正式宣布 你手上那一本 不是論文 而且也不是personal copy 根本 跟1984年的論文 沒有任何關係 更別說 朱駿章那個欠打臉的高教司長說 那一本黑皮書就是你1984年的升等資料 你說你有這些豬班的隊友 我們還需要跟你打什麼官司呢 一個人一句話就把你搞倒了啦 還有蔡同學 你的這本黑皮書 為什麼放在婦女圖書館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講好了 今天 如果你去台北市立圖書館的兒童閱覽區 你會看到小叮噹 哆啦A夢的漫畫 但是 你不會看到 在台北市立圖書館的論文收藏區 看到哆啦A夢的漫畫 就這樣子講完了 你這本書就是哆啦A夢 哆啦A夢放在兒童圖書館 你放在婦女圖書館 就這樣的差別而已 因為你明明就告訴別人說 那是你的論文 那是英國倫敦大學把你搞掉了 搞掉了一個總統的論文 這個恐怕要英國倫敦大學校長 副校長 剛剛館長三個人一起來跟你道歉吧 結果呢 我看你好不生氣 你一點都沒有生氣啊 你也沒要人家補償 那你把你的論文偷渡進去的時候 那你說應該趕快放回架上 人家也不放 人家還不收 你還不抗議 我跟你說 今天如果是我這個街頭藝人 我在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 的論文 被搞掉了 我一定會不高興啦 我抗議 我會說這樣不行喔 請你們一定要用所有的 學校的官方的補救措施 幫我把我的這本論文放回去 那我就會寄一份給他 說這個就是我的論文 你們怎麼放我不管 你把我搞掉了 這本是我的 你也可以去跟我的指導教授 double check 走過完全的程序之後 你要還我一個公道 你不知道錯了 蔡同學沒有啊 偷渡進去被打槍 一拼啊 他也不抗議 今天 英國倫敦大學 把你的論文搞掉了 被狗吃掉了 被狗叼走了 那 好死不死 Sanning House Library 政經學院圖書館都沒有 都被狗吃掉了 你也不生氣 你不會懷疑 這都是阿公的陰廟啊 呵呵呵 你也不生氣 那你拿回去的時候 人家打槍你 你也不生氣 人家把你放到婦女圖書館 就好像把 dola m 小叮噹 放到了兒童圖書館 閱覽室一樣 你也不生氣 這不是很奇怪嗎 答案就是 英國倫敦大學 直接擺明了 告訴你 This is not a thesis This is a book 而且是一個 私人的 book 你私人的 book 你要怎麼寫都可以 I wanna know if you will stay well Deep in your eyes I see the truth Just take my hand because I won't let go Cause I believe in you Let's share these memories And laugh well The things we did at 22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Cause I believe in you isini帶你下來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es, I believe i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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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答案到这边就已经结束了 故事已经结束了 你再怎么玩都没有用 因为发生在今年2019年 去年2019年6月28号到今天为止 有关这本This is a book 它的荒唐可笑之处 已经都被记录下来了 我们再来看看呢 在党友顺教授 他看到的所谓的应该有而没有的 这些文件当中 他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是 纸本的合格论文 一定要有版权页 好 这东西讲得完全正确 我的论文有版权页 Jose Molina的论文 他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版权页 但是记得他有一页 是专门给那个借阅的人填写的部分 它上面的前半部写得很清楚 这个版权属于谁 所以这个那一页的上半页 就是版权页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一个 他不是用一个单独一页的版权声明 有些人呢 有些人的版权页 其实就只有两句话 就什么什么20 比方说1995年Copyright Act 什么什么什么 那英国伦敦大学 他的版权页 就像我 我们现在可以再秀出来给大家看 就是这一页 这一页就是版权页 那底下呢 有人说 那个签名的是不是指导老师 不是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Jose Molina的那一个版权页 下半页这签名的是 曾经借阅过他的这本论文的人 他所留下的借阅记录 所以你看 英国伦敦大学 他对于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毕业生的论文是如此的 如此的丁金 如此的严谨 连借阅论文的人的资料 都在下头 可能因为借阅的人是时代 时间很久远的 所以他们都是用手写签名在那边 所以蔡同学 你不要告诉我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的做法 我跟你讲过啦 你又不是苍结 又不是蔡伦造纸 东汉末年 你也斑斑嘛 再来 我们看看 她说 纸本的合格论文 一定要有版权页 没错啊 那蔡同学 所以她说 纸本跟电子党 至少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那么这也是曾淑贤 卖弄专业呼隆国人 不懂小细节的地方 电子党可以随时改版 随时下架 即便有错 只要死不认账 一笔勾销 就说 错了440这个字 我全部把它改完 改掉了 没问题了 然后到头来 我们就说 你怎么偷改啊 这个就像这个 党友说教授说 你可以死不认账 你说没有啊 我当时给的就是这个版本啊 人家说没有啊 440这个措置啊 然后你就说没有啊 你叶黄树忘了吃啊 你可以死不认账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有个东西叫截图了 反正你现在都来不及了 但党友说教授意思是说 电子党很好图改啦 对不对 我可以重新submit一个新的file 但是纸本没有办法嘛 三十几年的纸张 就是有纸张的岁月嘛 而且那样的纸张 那样的磅数 那样子的材质 搞不好现在买不到 就是纸喔 它每隔十年八年 它会有一个 而且你去分析啦 我在那边跟你透露菜 同学没有关系 我们找了forensic report 我们做的forensic report 他们还有鉴定的 就是材质啦 我跟你说 1980年代出产的纸 跟你2010年出产的纸 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这样告诉你 你想办法去搞吧 好 我再来说 他说纸本是白纸 留下黑字 想赖也赖不掉 任何职业都有专门的证照 考试合格者才能够拥有 合格证书 纸本论文的合格证书 就是它的版权页 就是这个东西是英国伦敦大学认可的博士论文 所以这个版权属于英国伦敦大学 就这么简单 作者可能可以跟英国伦敦大学享有共同的版权 但是今天你的 This is a book 英国不管是伦敦大学的妇女图书馆还是什么 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他们完全不在乎 也不跟你要求版权授权 因为这就是一本Dola A 梦 你家的事情 你的日记 你的心情笔记 你要怎么去授权你家的事 但我英国伦敦大学的妇女图书馆 对于你的版权毫无兴趣 我也不主张 这再一次打脸了蔡同学 你说这叫做论文 这个连personal copy of your thesis 都谈不上 这只是你的personal copy of your whatever notes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好 接下来 那么当蔡同学拿不出版权页来 就是坐实了伪论文冒充博士的诈欺行为 cantre之词说的再多也只会凸显个人善于狡辩 缺乏诚信 接下来呢 党主教授说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 蔡总统在2019年6月28号 主动还刮了一个引号 送交给伦敦大学总图书馆的 所谓黑皮书的论文 伦大的总图当时拒收 理由是它没有版权页 就这么简单 因为这一本 它的版权不是属于英国伦敦大学 所以它不能够把它收录在英国伦敦大学 正式的论文的图书馆当中 就这么简单 因为这不是我的 是白人驚呗 别人寄放在我这里的 对不起 我这里不接受 别人的心情笔记的借放 只有妇女图书馆 因为妇女图书馆是一个不属于伦敦大学的机构 他们早期是用像委外的方式请伦敦大学经营 好 不管它现在有没有并入英国伦敦大学 我的印象中它仍然是一个委外的 用长期合约的方式由英国伦敦大学来经营这家图书馆的收藏 而伦敦大学的这一个所谓的Women's Library 严格讲起来它不是伦敦大学 因为它是Women's Library 这个Women's Library它的宗旨讲得很清楚 它收藏世界上对于性别议题 对于女性主义 对于女性社会有贡献的人收藏 所以它Women's Library不纯粹收藏女性的东西 如果今天我对妇女运动有很多的贡献 说不定我哪天写个日记 也可以进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妇女图书馆 好 我们再来看看 那么伦敦大学总图不收嘛 所以LSE 就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 把它视为各国政界 杰出女性珍贵的Personal Note 叫做个人笔记 把它放在专门收藏女权运动历史的妇女图书馆 The Women's Library Reading Room 好 还记得 我们有一位刘仲义博士 他曾经他数学博士 如假包换 他是在台湾的很多人权运动 台湾的正名制线运动当中呢 还有他特别去研究这个台湾文字 他是一个非常杰出优秀而且有正义感的台湾的学者 他亲自跑去伦敦正经学院的Women's Library 他说还有一个讲这个是华语讲就台湾人啦 出来接待他特别接待他 给问东问西问南问白问来问去要套这个刘仲宇博士话 你问说你到底是要来看什么 是什么人叫你来看 那就是说你要看这个你是到底为了什么 他开始在学 在开始在梦头 含这个老博士 来说一些有的没的五姓三 想要他说那当初 这个创英文博士 他这个论文不论刘仲 所以跟今天的 我都够不中再按捏 把修起来放在家 反正他就是跟他讲东讲西还喷交情 套老乡 诶 奇怪了 你今天去看南加大去看党永顺教授的论文 你去Wisconsin Madison看我的论文 做不改名啊 这行不改姓 我的论文题目叫 Effects of voters' perception and their effect for candidates 欢迎你从100页看到311页 选前还有很多1450跟这些人 呛说我的论文不在 还有一些有一些很白痴的 1450跟台大起哄的学者说 我的论文不见了 我也没看到 那是因为你把我的名字拼错了啦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啦 你不知道我的英文名字怎么拼啦 所以你找不到吗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不是Dennis Peng嘛 我是Wang Jan Peng嘛 而且我的拼法跟什么外交部的标准拼法不一样嘛 我拼我自己的嘛 好 任何一个人要看自己的论文有这么困难吗 你去看我的论文会派一个专门的人出来跟你套交情 问你为什么要来看彭文正的论文 然后跟你讲一些有的没的 希望你能知难而退 天底下有这种事 蔡同学 你浪费了多少公务人员的人力 你浪费了多少公帑 你浪费了多少资源在为你掩饰你个人的论文门 你凭什么我再问你一次 你在你1983 1984年撒下的谎 那个时候你是一届平民 你现在凭什么用政府的钱 光这件事情 我会再加告你的时间 加告你一个贪污 我会告你 就是使用国家的钱跟资源 去打你的官司 做你的这些相关的 这些非法的事情 蔡同学 你2024年你就不是总统了 你千万记得 那个时候搞不好你是过街老鼠 你今天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我讲的不是论文哦 你今天说了这么多谎 做了这么多 很多人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是最近还有一些海外抬桥寄给我 有关于你在现在你改的课纲 对于现在一般的学生拿得到的性教育的课本 简直就是荒唐 你自己是同志我没有意见 可是你要把这些相关的不分性别 稳乱性别稳乱伦常的这些教材 置入到我们下一代的教科书当中 我告诉你光这一件事情 我相信台湾有一点正义感有点良心的人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没办理说 再来我们来看看 你在你的论文当中 好你2019年6月28号 你送进去给伦敦大学的黑皮书 来了 现在这个黑皮书 你跟其他的105个获得博士学位的 这些同学 他们的论文不管是在外观 或者在版权页 通通都不一样 他们的论文105份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 放在英国伦敦大学的论文收藏 而你的呢 唯独你的 封面的颜色不一样 人家是单面印刷leaf 你是两面印刷的page 打字的状况不一样 内容就完全的格式都不一样 还有你的呢 就放在women's library 所以你这是小叮当的哆啦A梦 你就不要再混了 另外 他说如此差别待遇 就可以知道校方定义这本 印字没有版权页的书 是个人的笔记 连一般书籍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蔡同学 你并没有交付给任何的出版商 所以你没有isbn 你没有书籍的身份证 蔡同学你不要忘了 你的论文当初入管的时候 也有一个身份证字号 我现在提醒你 你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我要告诉你 你现在生不出一个1984年的纸张 你所有的行为都来不及 就算你在2010年以前某个时段被狗吃了 被狗吃了也有残骸啊 我说过嘛 英国伦敦大学要证明你的图书 你的论文遗失 他要先要证明他曾经存在 他才有遗失的条件嘛 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怎么遗失 所以你不能够用仪式来证明他曾经存在 我这样的逻辑讲的已经够清楚了吧 蔡同学我已经把题目卸给你了 你想办法去证明他存在 好吗 好 证明他存在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 馆藏的 我们interview过的人 跟当时的录影带拿出来对照 那些人都还活着啊 好吧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蔡同学 这个党友学教授说 那些护卫蔡女士有合格论文的学者 为什么不出面解释一下 好 为什么 因为蔡同学的论文是只有你的呢 单独被放在LSE的这个 外租给妇女图书馆的阅览室 那么还有 LSE对图书馆 妇女图书馆 他在这边加了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呢这个LSE啊 他是对外标案标到了这一个 LSE的妇女图书馆的经营权 所以基本上 他们对这个LSE的 LSE对这个Women's Library 是没有管辖权 你今天的这个Library放到了 Women's Library等同放到什么 等同放到伦敦大学以外的 一个机构的阅览室 只是因为这个机构 现在by contract 他是由伦敦大学来代管经营 差别就是在这样子 好 那么 这一切对蔡同学来讲 我要再讲一遍 It is just too late 凡是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蔡同学的 This is a book 今天教蔡英文 又要教什么样的荒唐的错误 我们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 蔡同学在104页 这个地方呢 出现了一个怪字 这个字是104页的第十行 左边许来的第四个字 这个字呢 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看一下喔 你这个字 你拼法是sardine sardine 没这个字 原来你讲的是沙丁鱼 沙丁鱼呢 叫做sardine 这个字呢 我在这个电子脸上看到 英国人好像把它念作sardine 那么美国人呢 英国人念成sardine 美国人念sardine 应该是这样的 反正这个就是鱼的名字了 Sardine S-A-R-D-I-N 沙丁鱼 来 每日一词 好 因为蔡同学 他在这边举了一个 沙丁鱼的进口的 贸易上面的一个例子 所以他用了这个sardine 英文呢 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Cambridge Dictionary 说 a small sea fish that can be eaten 沙丁鱼 sardine sardine a tin of sardines OK My friend gives me a tin of sardines 我的朋友给了我一罐 沙丁鱼 蔡同学 沙丁鱼 拼法 又拼错啦 最后我们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要跟大家分享圣经的经文 我们在昨天呢 曾经谈过嘛 就是 耶和华呢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把这个生气就是把活着的气吹进了人的鼻孔当中 他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 他的名字叫做Adam 亚当 好这接下来呢 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 耶和华说 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上帝呢 给亚当一块地叫做伊甸 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 说明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一开始住在哪里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这是圣经上神说的话 也是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 给各位做参考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一夜的好梦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